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欣米歡迎收看今天一個雲林新聞 為了提供台語學識文化部配合國家政策 補助雲林官辦理提供各位 雲林官政府文官處結合占領團隊 在館來各學校辦理台語講故事多黨 並創作台語有聲切 我家的小阿嬤和歷史故事贏貧金小朋友 和家庭做個學識頭的社區和學校的合同交友 讓學習近平和家庭也提供小孩的表達領域和結實作用 我家的生活都超長 我沒有愛 有了要推動台語學識文化部配合國家政策 補助雲林官辦理提供各位 雲林官政府文官處也結合專業團隊 在館來各學校辦理台語講故事的活動 並創作台語有聲切 我家的小阿嬤和歷史故事項品 去因小朋友和家庭做個學識 也通過社區和學校的合同交友 讓台語學識更有趣 希望讓館來的學生可以享受學識 也提醒表達領域和結實作用 在承辦這個活動 我們辦理了一個志工媽媽說故事的一個演習 我們只有演習兩天的時間 那媽媽們有辦了40場的一個活動 就是到班級或社區去講故事 那我們未來是希望說 我們去班上講故事能夠跟小朋友有互動 現在連小朋友也可以帶著這個台語繪本 回去跟家裡的阿公阿媽或爸爸媽媽 去分享這樣的台語繪本 這本書我花了大概快一年的時間 然後從故事的構想 然後一直到繪製 然後把它完成的 這本故事書這一次我們是把它 用成台語的方式 然後去做一些志工媽媽的培訓 故事分享的過程當中 讓小朋友更了解我們的台語文化 文館廚也表示 配合中央政策推動台語的圖案學習 希望透過圖案的美材 可以去他們民眾來學習 未來也會繼續幾個相關的活動 麻煩大家稍微來到文館廚 都思慣作為學習 那我們也配合我們的主題式的一些 在地的一些比較古老的一些建築 來一個場景來講述一個 我們那個秀文頭 可以公告出這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這個 我們會做滾動式修正 我們會持續的推動我們 那柏林本來就是一個公共台語的地方 會持續的推動我們這個台語的文化 會在我們的兒童師跟我們 利用我們所有的圖書館跟我們 雲泥縣那個25個相任圖書館 持續的推動我們台語這個政策 頭過的民間和政府的合作 讓台語學習更加豐富多元 這邊文館廚電機 也夠美年加過31號 歡迎大家做回來享受學習的趣味 記者登加新裁縫報道